好 来个人继续关心是赖清德宣布退出新潮流的派系 而国民党立委当写人谢龙介 他忍不住脸书发文开轰 谢龙介说这是赖清德退出的新潮流 他认为实在没有意义 姑且呢 不论民进党早在2006年当时 就说要解散派系了 那既然解散 那何来退出 还有2024年现在还在退出派系 根本是自欺欺人 赖清德退出了派系的动作 其实是欲盖弥争 为了什么 就是为了派系的运作 而如今的新潮流 钱 粮 地盘通通都有了 还又抢了一个总统的位置 难免当然会惹来其他派系的危机感 于是赖清德就做个姿态 退出新潮流 缓解一下非新系的焦虑 但是赖清德身边都是新潮流啊 就算推出新潮流 仍然新潮流仍然是最大的派系 难道就影响不了赖清德的决策吗 好 不过我们同步来关心 这次机关署两度记者会所公开的高端合约 赖清德有成功拆弹了吗 每日当中电子报董事长吴子佳 他认为如果司法不介入 根本没有办法调查金流的 那如果假设查不到金流 那又怎么样来查弊案呢 吴子佳直言现任的总统跟行政院长 其实就是犯罪者 而且应该要公开最不合理的BNT合约 只要一公开苏贞昌就完蛋了 你的司法调查的人力如果不介入的话 没有办法监听啊 我没有办法追踪金流啊 我说你股票的采购的 你的股票炒作的模式的金流 我不能控制 还有这些钱 会到国外的钱会到谁的户头 所以就是光讲 追金流这件事情 才能追弊案 这个后面就两个人啊 就蔡英文跟陈建仁 打他们两个好了嘛 但真正要破这个案子的话要公权力 要公权力 可是你们今天没有 可是现在的公权力在写手上 在蔡英文手上啊 陈建仁手上 你现在的总统跟行政院长 就是犯罪者嘛 就是他们就是这个事情的主导者嘛 结果你把它拆弹了 把它打开合约有没有用 根本没有用嘛 最不合理的就是你BNT的合约 对 BNT的合约根本就是一个无效合约 因为他签约作费嘛 他根本没有执行 未执行合约 那为什么封存30年 他封存30年就一个目的嘛 因为他那个不封存 把那个合约一打开 一看哎呦我老天爷啊 他一样的东西 比郭台铭买了将近贵了40%到50% 他贵了1亿美金 这没有A到 没有贪污 因为贪污未遂嘛 可是你为什么苏贞昌 有权利把这个完全 没有成功的合约 可以封存30年 那你觉得这一块赖清德 他会解密吗 不 因为公民党还是会打 我现在鼓励赖清德解密 我只能喊话 当BNT合约 一解密的情况之下 我告诉你苏贞昌 就是完了嘛 苏贞昌诚实中 两个人都变成王八蛋嘛 2024总统大选落幕 民进党虽然保住了执政权 博网红爱丽莎莎也不满选举的结果 他更质疑选务人员作票 中选会在多天 已经引送25件作票造谣案 外界关切 网红爱丽莎莎是否也在其中 中选会副主委呢 陈朝健表示说 检警依法在侦查处理当中的案件 所以中选会不便再做说明 我最近试了一个东西 真的很有用 所以要分享给大家 那就是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吃了两三天 真的有明显的感觉 最主要就是睡眠的品质变好咯 那你知道这个睡得好呢 整个人工作就可以更加的专注 当然情绪也就变得更好了 因为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我才认识了这个克菲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益生菌所组合而成的 不但是能够维护消化道机能的正常运作 而且呢 还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非常的强大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把它叫做神仙的礼物 而你知道吗 有上千篇国际研究证实 克菲尔益生菌 不仅是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 影响全身的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总的平衡 这是解锁身体健康 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于帮助睡眠 维持好情绪 真的是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季节敏感 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们 选择太阳新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轻轻松松 没有负担 每日克菲尔 时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 为健康下单 也记得输入灰箭码 有额外的折扣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